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一个挑战性话题 谁在特朗普的核心圈子里 2024年的选战中 这个核心小圈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稳定 让我们仔细看看这些在幕后操纵的亲密顾问们到底是谁 这些人包括从他的竞选官员、政治特工到他的家人 他们如何影响特朗普的竞选策略 他们又如何在这次选战中保持高度的纪律性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特别节目 我是你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篇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文章 标题为《谁在特朗普的核心圈子里》 这些是他最亲密的顾问 他详细分析了在2024年总统竞选期间 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关系最密切的顾问团队 在文章的开头 作者介绍了特朗普在历次竞选和总统任期内的一贯管理风格 他常常更换顾问 从竞选官员、政治特工到他的子女 几乎无一例外 然而 在2024年的竞选中 特朗普的核心圈子显得尤为小而稳定 他的竞选运作也比以往更加有纪律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第一天 特朗普正式任命俄亥俄州参议员具蒂万斯为他的竞选伙伴 自2016年以来 特朗普的核心顾问团队一直由那些曾在政治领域为共和党服务的人组成 史蒂文章曾在特朗普的所有竞选活动和政府中担任重要角色 包括白宫助理、通讯主任 他是帮助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尼尔、戈萨奇的团队成员 托尼·法布里奇奥是另一位重要的策略师 在今年早些时候重新加入竞选 他在2016年竞选期间 担任支持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首席策略师 鲍里斯·埃普什泰恩是特朗普的高级顾问之一 自2016年以来 他断断续续地为特朗普工作 多次帮助制定公共法律策略 并经常出现在法庭上 杰森·米勒也是特朗普2024年竞选的高级顾问 他从2016年开始就在特朗普团队中担任重要角色 但斯卡维诺是特朗普在白宫任职时间最长的助手之一 主要负责社交媒体和广泛的沟通工作 在2024年的竞选中 特朗普还增加了三名新顾问 苏倩·怀尔斯是一位高级竞选顾问 被认为是竞选经理 克里斯·拉吉韦塔是特朗普核心圈子中 最有影响力的官员之一 他以高级顾问的身份加入 并曾领导过两个支持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 布莱恩·修斯是佛罗里达州的一名资深特工 帮助监督与记者的互动 除了竞选团队 特朗普还有一群亲密的知己 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竞选 但继续在政策问题上提供建议 Corey Lewandowski是2016年特朗普竞选的首席竞选经理 Kelly Ann Conway曾在白宫担任特朗普的高级顾问 Steven Miller是为数不多的 从2016年起就断断续续为特朗普工作的顾问之一 Cash Patel和Rick Grenell曾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多个重要职位 现在继续以外部顾问的身份提供支持 Justin Capirelli目前是竞选团队的副经理 Larry Cutlow则是特朗普的经济顾问 并且在福克斯商业网络中担任主持人 Sean Hannity是福克斯新闻的一位主持人 尽管有时特朗普对福克斯新闻的报道感到不满 但两人的关系依然密切 在特朗普的家庭中 只有他的两个长子小唐纳德和埃里克 在竞选活动中有明显的存在感 经常在集会上为他们的父亲助阵 女儿蒂弗尼 特朗普也在纽约的封口废审判中出庭支持父亲 并作为共和党大会的代表之一 伊万卡特朗普和他的丈夫贾里德 库什纳曾在白宫担任高级职务 但在这个选举周期中 他们表示无意再次参与未来的特朗普政府 分析这篇文章的背景和内容 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深度解读 首先 从政治运作的角度来看 特朗普在2024年竞选中的顾问团队 显得更加稳定和有纪律 这与他以往频繁更换顾问的风格 形成鲜明对比 这可能是他吸取了过去竞选和执政经验的教训 认识到稳定的团队对竞选成功的重要性 其次 从顾问团队的构成来看 老面孔与新势力的结合 呈现出一种延续性与创新性的平衡 史蒂文章 托尼法布里奇奥和鲍里斯 埃普什泰恩等人 自2016年以来 一直为特朗普服务 他们对特朗普的政治理念和风格 有深刻的理解 而新加入的苏倩怀尔斯和克里斯拉奇维塔 则为团队带来了新的策略和专业性 这种混合有助于增强团队的整体战斗力 此外 特朗普家庭成员在竞选中的角色也值得关注 与2016年和2020年相比 这次竞选中 只有小唐纳德和埃里克在公开场合 频繁露面 而伊万卡和贾里德则选择退出 这种变化可能反映了 特朗普家庭内部的策略调整 也可能是为了减少外界 对家族主义和裙带关系的批评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 特朗普的外部顾问团队 这些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竞选 但在政策制定和舆论引导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Corey Lewandowski Kelly Ann Conway和Steven Miller等人 继续为特朗普提供战略性建议 而Kesh Patel和Rick Grenell 则在社交媒体和公共事务上为特朗普发声 这种内外结合的顾问体系 使得特朗普在政策和宣传上 都保持了高度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从媒体和公众的角度来看 特朗普团队的稳定性和专业性 可能会对选民产生正面影响 过去几年 特朗普团队频繁更换顾问的混乱局面 曾被批评为缺乏稳定性和专业性 如今 这种变化可能会使选民 对特朗普的领导能力和决策能力 有新的认识 总的来说 这篇文章不仅为我们展示了 特朗普2024年竞选团队的全貌 也引发了我们对政治运作 领导风格和团队动态的思考 特朗普团队的稳定性和专业性 家庭成员的角色调整 以及内外顾问的结合 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深入探索 我们会继续为您带来更多 关于2024年大选的最新分析和报道 再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特朗普的核心圈子 到底是如何运作的 我们看到 在2024年的竞选活动中 特朗普的顾问团队依然保持着小规模和稳定 而这正是他成功的关键 小而稳定的团队确保了决策的高效和一致性 就像拿破仑的军队一样 精兵简正 所向披靡 天书 你确定要把特朗普比作拿破仑吗 我可是记得拿破仑最后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了 不过撇开历史不谈 特朗普的核心圈子这么小 其实更多是因为没人愿意继续跟他合作了吧 你看他的前律师科恩 就因为受到特朗普的牵连进了监狱 简直像是加入了一个自己的事业 大家的天堂的团队 结果却变成了地狱 琪琪啊 话不能这么说 特朗普的核心团队里 可是有不少忠诚的老臣 比如像杰森米勒和丹斯卡维诺 他们可是从2016年就一直跟随特朗普的 不像有些政客 换团队比换袜子还勤 再说 忠诚度高的团队才能真正实现目标 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的政策执行力确实强 比如他的税改和边境政策 都是由这些老臣们在背后支持推动的 天书 你这说的跟权力的游戏似的 但是别忘了 忠诚度高不代表专业素质高 特朗普的政策虽然有些落实了 但也有不少闹出了笑话 比如那些说要用原子弹对付飓风的奇葩建议 还有那些顽固的阴谋论支持者 比如卡什·帕特尔 他推崇的那些阴谋论 简直像是从科幻小说里挖出来的 特朗普的团队更像是个怪咖联盟 靠的是忠诚而不是专业能力 琪琪 你说的那些奇葩建议其实更多是媒体夸张和误解的结果 特朗普的团队虽然看起来五花八门 但这些人各有所长 比如苏倩·怀尔斯和克里斯·拉奇维塔 他们在竞选策略和组织上可是相当有一手的 而且特朗普的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 也是个有丰富经验的老手 在一个多变的政治环境中 这样多样化的团队才能真正灵活应对 确保特朗普能够在关键时刻获得胜利 天说 你这话听起来就像是在为杂耍艺人辩护 是的 特朗普的团队确实多样化 但这不是为了应对变化 而是因为他不得不接受那些被主流政治拒之门外的人 像他的媒体顾问肖恩·汉尼提 简直成了特朗普的御用喉舌 连福克斯新闻都不敢全心全意支持他了 不管怎么说 这个团队更像是为特朗普个人服务的 而不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 这种小圈子 政治只会让施政更加偏颇 最后受苦的还是普通民众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点击之来 因此为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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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